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我是马古 时间回溯到2011年8月 美国NCWA球队乔治成大学 大老远的跑来中国参加为期10天的巡运回友谊赛 其中一场碰上81火箭队的球赛 这场比赛堪称是篮球史上最黑暗的友谊赛之一 在冲突发生前 乔治成大学和81火箭队战胜64比64平手 但是双方的犯规是乔治成大学28次比81火箭队11次 我相信这样看起来感受可能还不太深刻对吧 但在罚球数据上面是天差地别的15比57 没错 你没有看错 到发生冲突前81火箭队拿下的64分 但是却有高达57次的罚球 而且当时比赛还没有结束 就可以知道状况是多么的惨烈了 不过这种天差地远的悬出罚球 在之前杜克大学造访中国的友谊赛中 也是一模一样状况就是了 我们先来聊聊81火箭队好了 81火箭队是CBA的球队 这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是它却有着有别于其他球队的特殊状况 81火箭队是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 没错 这支球队是隶属于解放军的 所以打起来更加凶悍 民族意识更强 整场球赛几乎是肢体碰撞不断 尤其乔治诚大学只要稍微有点什么动作出来 裁判马上响哨 81火箭队则是越打越粗鲁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年纪大概都只有20出头 甚至不到20岁的乔治诚大学球员 也越打越毛躁 最终才发生了这场斗哦 冲突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甚至还拿了椅子来当作武器攻击 用脚踩踏倒在地上的球员 同时也因为双方是完全不同国籍的球队 所以球迷也跟着躁动 好乔治诚的球员丢职瓶罐等东西攻击 甚至连跟着球员来的乔治诚球迷 天盆好友们也遭到攻击 想也知道为什么乔治诚的球员会如此愤怒了 乔治诚大学球员Harlice Thompson说 这个情况已经不是思绪冷静可以形容 而是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毕竟你知道的 当时我们的人数跟对方的人数可是天差地远 我只想带着我的队友球迷及家人们离开这座球场 最后乔治诚大学的球员及工作人员 和现场的球迷亲友们一起上公车离开球场才结束了这场冲突 而球赛也终止在这里以64比64平手收场 冲突虽然看似激烈 但所幸双方都没有人受伤 双方教练及球员代表也于不久后联系 并且表达遗憾及歉意 隔天早上双方开了记者会握手言和并且交换礼物 让这事件有个完整的交代及落幕 要知道的是在发生这场冲突的当下 正好是当时美国副总统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造访北京 所以时间点格外的敏感 双方也迅速的让这件事情有个圆满的结果 我相信发生冲突是所有人都不乐见的 尤其对于一个大学年轻人来说 碰到这种状况应该是挺慌张的吧 只能说幸好没有人受伤 冲突没有更加升级哦 我是马骨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